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 认为宅氏家族的二二灵窟营建工作 先后长达二十年时间 虽然此观点有待进一步探讨 却可以从中看出洞窟营建工作的艰辛 从宅家窟以后 敦煌的佛窟多被冠以家窟名号 每一座家窟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 它们是佛教社会化最具体 最深刻的历史见证 洞窟主侍西壁看下的末书 宅家窟三个大字 强烈反映出洞窟营建的家族观念与思想 佛窟成为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 世代相传 宅氏家窟也成就了那些无名的绘画工匠 李公在这里画下了自己的长安磨练多年的帝王形象 三十年后 严历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 被世人尊为神品 而李公却淹没在历史当中 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 李公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阿尔林窟的惊人作品 这是墨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当李公最后一次走进这座 他为之奉献了大半生的洞窟时 他或许悲心交集 许多曾经的同伴随军参战或伤或死 他在洞窟壁画中表现了九品往生的情节 以再为王者祈福 使他们往生净土 虽然远隔千里 但敦煌与河系走廊始终跟中原王朝息息相关 当安世之乱令唐帝国由胜转衰之后 敦煌也没能逃脱厄运 青藏高原上的土拨崛起 攻陷河系走廊 对这里进行了长达七十多年的统治 公元八百四十八年 敦煌百姓起义夺回河系走廊 生活恢复平静以后 宅氏一族在阿尔林窟的故事 又开始了新的篇章 宅凤达宅通的九世孙 唐末五代敦煌人历法家 公元九百二十五年时 宅凤达的父亲兄长已亡故 特别是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也英年早逝 白发人送黑发人 宅凤达的心情十分沉重 他决定重修仙代的洞窟 为家族祈福 此次重修时 宅凤达把自己和亲人们的画像 画在了石壁上 并在永道的另一面 公正地写下了简家谱 他详细记载了家族经营家窟 近三百年的历史 成为了今天的人们 理解敦煌石窟营建 与日常管理的文献证据 中国艺术在魏晋南北朝时 与来自印度和中亚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融合 获得了一种磅礴的生命利益 到了隋唐时期 这种混血艺术逐渐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从而酝酿出中国美术的黄金时期 吴道子正是这一时期最为传奇的画家 他所绘制的线条既柔软又强劲 为后世的画工创立了示范性的坟本 被称为吴家样 传说中的画圣吴道子的画 已经没有留存于世的了 而今天第二林窟的壁画 被公认为具有吴带当风 满壁风洞的吴家样神韵 成为美术学院的学生们学习的范本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 同时也是敦煌迎建的黄金时代 墨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 以二二林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 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一千年间 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武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 在敦煌地区形成了墨高窟、西迁佛洞石窟、东迁佛洞石窟、鱼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 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据记载,敦煌石窟数量曾达千余个 现共存812个 但是墨高窟就有735个 其中492个洞窟中留有壁画或塑像 共保存了壁画四万五千多平方米 历代彩素3390身 以及唐、宋、清、民国等时期的木构建筑十余座 墨高窟跨越了众多的王朝 最终形成集建筑、雕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圣地与历史文化宝库 1900年 在墨高窟居住的道士王源路 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 墨高窟第十七窟 窟内堆满了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历代文书 和纸画、卷画、刺绣等古代文物五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 薄熙和离开了敦煌 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墨高窟照片 被它一起带回了法国 墨高窟 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 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 自此飞升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 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 也因为这些精卷的发现和研究 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险学 而形成敦煌石窟群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在穿越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上 处于独特的枢纽地位 它是西区的分叉点 也是东来的祝博地 由此造就了这里商贸往来的新盛景象 和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切磋交融 并最终成就了敦煌墨高窟 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以及在世界艺术宝库中的巅峰地位